火烧车发生在台中市太平区新福路 一间汽车维修厂旁 汽车维修厂的老板凌晨4点多 就闻到烟味 来开铁卷门就看到一辆车子 引擎室冒出烟来还有明火 老板一边报案 一边拿场内所有的灭火器扑就 台中市消防局北屯分队货报到场 车子引擎室已经被烧穿 赶紧用泡沫灭火 15分钟控制火室 没有让火炎烧到一旁的铁皮厂房 30分钟之后铺灭火室 随后警方就联络上住在临近社区 大楼内的车主到场 火烧车的车主表示 自己是深夜12点多开车回家 在修车厂旁找到位置就返家休息 装回来之后我的水箱会 一阵子就没水 一阵子就没水 本来这两天要迁过去 车主向警方表示 起火的车辆是一台九年车龄的老车 最近就常常因为水箱缺水 维修了好几次 本来打算一大早就要回厂检修的 没想到深夜就发生这起火灾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已经由台中市消防第三大队 见识人员调查 民事新闻曾经山台中报道